女士们 先生们 尊敬的老师们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刘泽宇 我的名字是不是 向中国偶像剧疑 欲速林峰 风有提躺的霸道总裁 虽然有点害羞 但是说我帅没毛病 我和汉雨桥的故事从去年六月十号开始 金峰玉露已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虽然他无情地舍弃了我 但我却把这当做事 他对我的考验 毕竟样气弱势就常识 又骑在朝朝暮暮 所以今年我又回来了 为了让我联好汉语 我的老师可以给我早了一个语伴 他就是青年汉雨桥的冠军 景天 很高兴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和大家一起见证我的进步 大家好 我叫景天 大家别再找他在哪儿了 先继续看着台上帅气的我 我们聊的汉雨学习过程中充满了婚姓笑语 我负责婚姓笑 它负责语 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请大家看我表演 今天猫会喵喵喵喵 狗会汪汪汪汪 哪鸡呢 这你都不知道 挺好的 我教你机会咕咕咕 不 机会给有准备的人 哈哈哈 怎么样 我的汉语学习之路 准备和沟充分吧 汉语的谐音也太有趣了 大家说 是不是 是 还记得老师刚教我声调的时候 他总是用手势配上 啊啊啊啊 方便我掌握声调 后来我们的语速越来越快 手势也越达越快 一段话说完 就像达了一套中国功夫 即使现在我已经能熟练的 用手势表示声调 但我的舌头却做不到 准确无误地发出声调 这不又闹了笑话 为了更好的联系汉语 我经常在客后去景天家 和他一起学习 他也总热情地留我吃饭 我到现在都能回想其那尴尬的场景 这道菜特别好吃 让我闻一下 什么 看着他一脸惊恐的样子 我也不知所措起来 只能鼓起勇气 又说了一遍 让我闻一下 然后我便被他赶出了家门 正是这些看似无厘头的错误 给我原本枯燥汉语学习 他也总热情地留我吃饭 我到现在都能回想其那 对不起 正是这些看似无厘头的错误 给我原本枯燥汉语学习 过程中增添了许多乐趣 也让我感觉到了汉语独特的魅力 等我成为安静大家的时候 再和朋友们说起这些故事 暂时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的汉语学习故事 暂时就到这里了 期待明年不再与大家相遇 好 谢谢大家 艾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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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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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